大家好 我是郭德纲 那又到了咱们这个锅论的时候了 挺好 跟各位聊一聊 家不长 里不短啊 反正是闲话闲说 真真假假 假假真真 您各位也不跟我上令 这些日子没事 有时候闲起来 跟家做做饭呢 弄点什么 前些日子 我看那个上超市去 看那个姜米面呢 粘面都挺好 买了好多回来 然后买点红豆回来蒸豆沙包 这就是头天晚上啊 捧着iPad就随便看 看来看去 看见某人家里边蒸豆沙包 蒸什么的 我说 挺有兴趣 我说 转天咱们也来一回吧 这也挺好 弄点吃的呗 而且现在你不是超市买的那个豆沙啊 带着人家的豆沙什么 太细啊 这个东西 它一特别细了吧 它味道差着了 因为我们小时候吃豆沙馅啊 吃个什么红豆馅 这都是家里自个弄 那个词叫球 专业的技术名词啊 叫球豆馅 这个豆子 红豆 拿水泡不洗去 搁在锅里边 把它煮烂乎了 加上红糖 加上桂花 慢慢来 越来越烂乎 越来越腻乎啊 这个拿勺 拿什么 慢慢的压它 到最后弄得了 但是有一窍门 就是一定得放点茧 你不放茧 最后它那个味跟颜色都差着 啊 求豆馅 求完之后 弄出来发好了面 包 包豆沙包 吃得很过瘾 尤其自己弄的东西干净啊 挺好 吃饱了 喝足了 闲着没事了 就看看书什么的 因为我们这个行啊 说书啊 说像啊 其实 拿这几门功课来说吧 就拿在上学的时候 语文数学啊 化学啊 天文地理啊 什么体育啊 其实这里边就是语文历史 什么地理 就这类东西 我们更离不开 所以说你看说像的 说书的先生 对化学不太了解 可能也也叫无所谓了啊 专业方面用不上太多 但是历史是很重要的 历史很重要 你包括我们说书 你说过水浒 你说你要不了解宋朝的历史 那你说的都是假的 虽然说艺术本身就是假的 但是我们老说这句话 这个玩意儿是假的 这力气是真的 什么叫力气 就是你得下功夫去研究 去琢磨 你看 清史 明史 还有宋 这个我们都得多下功夫 因为节目里边用的多 其他的就差 南北朝 南北朝 为什么现在连电视剧都很少 这个说南北朝呢 南北朝 他烂事也多 他也很难找出一个 英雄的正面人物来 所以哪天咱们戏聊南北朝 南北朝这个是一场大笑话 宋朝当然好了 那您不有这么句话吗 说这个华夏历史 华夏民族之文化 立数千载之眼镜 造极于赵颂之事 因为你到现在很多历史学家 其实都是很相信 十一世纪发生过一场唐宋变革 那么这个中国历史从中世纪的黄昏 转入这个近代 到了近现代的这种发展 它是进入佛小时刻 可以这么讲 因为宋朝人过着很精致的生活 就像这个宋慈一样那么精致 因为那会儿据说 就是说宋朝时候的不管社会经济 科技 法证 那都相当于那个文明程度 几乎接近于现代 宋朝常常被认为 中华文明的巅峰时期 许多世界的主流文化学者 那就断定说 宋代是中国 可以说是近代化的开端 中国最早的城市化 发生在宋朝 最典型的特征 大量的技术发明得到了应用 工商业出现 土肥猛进 城市的经济日益发达 大量的人口脱离农业 进入各种商业市振 所以说这个 宋朝很多事情都是值得聊的 你比如说咱们 咱们就说一个问题 拆迁 你看宋朝就拆迁 宋朝那会儿商品经济比较活跃 城市化比较迅速 所以那会儿来说 商业它是引导着人们往热闹地方汇聚 你这趟街上都是饭馆 都是卖东西 都是热闹 它自然而然的就都来了 所以一块儿开这个店铺 站街道 所以那会儿宋朝也是伟章建筑 那有的是 那么说这种伟章建筑 当年叫什么呢 您记住了 宋朝时候这有一名词 管这个伟章建筑 叫亲街 其实挺讲理的 亲是亲犯 亲犯亲战 亲街 宋政府 宋朝的朝廷 搞拆迁的方法还是 可圈可见 那你看第一 他对这个亲街的这些个权贵 不手软 权贵掌握着权力资源 是不是 那个北宋初期 那一说开始发展了 这趟街 以后咱们卖服装 那趟街开饭馆 这两趟街是夜市 一有这个 那这些个权贵 他得先把地儿沾上 你比如说这个 当年 有一个八座使 宋朝的时候 八座使 什么叫八座使呢 那么简单说 就是某个承建局的局长 官叫八座使 这个人叫什么呢 你看历史上要记载 叫段仁慧 段仁慧 他在他家门前 修了这么一道墙 就侵占了门壳这趟街 这街叫景阳门街 那么最后结果怎么样呢 诗书上说 宋太宗大怒 令毁之 人毁绝掌 就这么几个字 令毁之 皇上说了 给他拆了 人毁绝掌 就把这个段局长 活活打死 绝掌 全完了 所以说这个 当时的宋朝廷 还是很有作为 这是对权贵 但对百姓 他们扶持 你老百姓 才得活着呀 那老百姓 也就亲接的这个现象啊 盖出一个小房来呀 为了弄个摊啊 什么 就开个小买买呢 是不是 所以宋政府 所以宋政府一般来说 还能考虑到他们为生不义 还尽量的呢 顾及他们 你看这个 袁幼五年 集市中 范足语 给宋折宗 上了一个奏章 就说了 说虽然百姓 多亲接盖屋 毁之 不敢有怨 但有私 毁拆屋设太过 居民 不屋实俗 所以他要求皇上下一指 除大段 窄役处量 加彻去外 无令过当拆屋 什么意思呢 他就说呀 老百姓确实 有这个 四大乱概 这是很正常 有不少这个 咱们呢 毁之不敢有怨 你给他拆了 他也不能说什么不对劲 因为是他亲接了 但是呢 咱们有的这个 政府部门呢 拆着房子 拆着些个摊 太过了 老百姓们也没法活了 所以求皇上下一道圣旨 除了那些个特别必要的地方 其他的 别干事那么过分 你这个 在当年来说 这是封建社会 不可能的事情 你看他们竟然做到了 不容易 还有一个 你看皇城扩建 皇城扩建 包括这个 皇上要出巡 那一定会导致 拆新 皇上一出来 那不是说 出来俩说相呢 俩人登自行车就过去了 皇上出来 那个仪仗队 那得多人呢 是不是 所以这个呢 在宋朝君主呢 就表现得比较克制一点 雍西三年 宋太宗 就有这个想法 说那皇城能不能 扩建一下 多盖点 是不是 咱们商量商量 商量呗 然后好些个官都来了 包括让殿前指挥使 这人叫刘彦翰 去凉去吧 去外边凉帝 跟百姓说 老百姓说了 我们不愿意搬 皇上不说要盖宫殿吗 盖宫殿 得把我们这拆了 拆了 我们不爱 我们这跟家住着两辈 回来跟皇上说 皇上说那算了吧 不让拆就不盖了 他能做到皇权让步 包括刚才咱们说 这个宋仁宗 这个车 车呀 拧呐 带着人往外走 这当时呢 他又往一走 我这街道特别的窄 按正常的这个好多人的思维 那就是拆呗 皇上打这过了 你那个路算什么 你那个摊算什么 是不是 但是人宗皇帝没有 他怎么办呢 简化了一世 说这个那我这车过不去 我们少来点人吧 是不是啊 我们尽量方便点 我们敲不敲地走呗 别给老百姓添麻烦 这个在等级森严的皇权时代 这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请记住这位可爱的皇上 他叫宋仁宗 为什么说宋仁宗死了之后 那会儿消息传到藩邦外国 那多少个外国的王子哭了都不行了 所以他担得起仁宗两字 仁义道德 宋仁宗 到了这个北宋元丰六年 就是公元1083年 开封呢 他是为了规见吧 他又搞了一次大的拆遣 因为开封城 整个城得向外拓展 那么需要占用多少间民房呢 需要占用120间 怎么办 这个朝廷跟老百姓商量这事 开封府起草了中国的第一步 拆迁补偿法律 最后这写完了给皇上 送神宗签字批准 条例规定了 凡是拆迁的 要有食物的安置 跟货币的补偿 史书记载 这都真打不是瞎说啊 经过跟拆迁户协商 这120间同意 我们搬 我们拆 给了多少钱呢 国家一共给的是 两万零六百贯钱的补偿 大约每件领到是平均一下吧 平均一下 每户领到171贯 那么说171贯钱 在那会儿能买什么呢 另外咱们算一下 按照当时的物价标准 这171贯钱 能在当年的首都开封 买11间房子 这就算不错呀 到了北宋的中后期 这个宋朝廷呢 对市民的这个 亲接建筑啊 也很少再有什么 过当拆服的行为 这就是意味着什么呢 政府承认既往事实 在这个自发自长的 这个市民社会面前 克制了权力的冲动 您看看清明上河图 画的这个繁荣景象 为什么会有那样呢 就是因为这样形成的 这个城市吧 这个越来越热闹 吃住方面面 整个的资源都很好 但是呢 我们通过这个 某些细小的地方 也能考验 城市治理的智慧 那我们说一件事情 就说这个汴京城 这么些老百姓 他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他得用水呀 这个水用哪的呢 汴京的居民用水啊 主要是取自 穿城而过的这个河渠 大中降服初年 宋政府 决金水河为渠 自天波门 并皇城至前缘门 立天街 东转辽太庙 结树至方木 车马所斗 又累食为粮 兼坐方井 公司民社 节得吉用 赴东引 由城下水斗 入于豪 京师便知 但这挺麻烦哈 反正这意思 就告诉您 那个用河水 金水河 用这水 是这个意思 你看包括那会儿 那个杭州 杭州居民用水 用的就是西湖的 苏东坡治理杭州的时候 还确实 这个下了很多的办法 让老百姓方便 那么还有一个用水 除了河水之外 就是用井水 那汴京政府 也在城里边 开凿水井 让老百姓们取水 除了观井之外 还有私井 私井 就是包括当年 大北京老天津都有 这口井属于谁家的 您上人家打水 就还得给人钱 人家指着这口水井吃饭 有这样的 这是除了这个井水河水之外 那会儿还有 这个商品化的供水服务 这个打水 卖水 就是也划分了各自的服务区域 这三趟街是我的 那三趟街是你的 但那会儿水便宜 这么一淡水 一条水 几分钱 几分钱 那么我们刚才开天的时候 咱们说了 说宋朝人民的现代化生活 咱们现在化生活 一说用水 那是自来水 因为咱们的供水系统很发达 那么说 宋朝那会儿 难道说也有自来水吗 哎 列位 基本差不多 最早 有这个自来水网络 就有这个雏形的城市 应该是唐朝的白地城 有白地城 那会儿怎么弄呢 就是这个 山嘛 山石很坚硬 人们也没法打水 怎么办呢 打井不容易呢 就拿着竹筒 成千上万的竹筒啊 连接成这么一个 这个饮水的网络 把这个承西的长江水 引到白地城 这个叫接筒饮水 这个技术 自然那就流传到宋来了 那个北宋 少盛年间 苏东坡给贬到岭南惠州 惠州说这儿要 我们这儿喝水不行 水啊 又咸又苦 老百姓呢 这个喝这个水 净得病 有钱的人啊 包括做官的人还行 他们喝那个 喝井水 喝井水 可是没钱的人怎么办呢 是不是 广州当年的支州 叫王敏仲 还跟这个苏东坡好朋友 苏东坡就给他写信啊 说我给你出一主意 城外啊 有一个普建山 普建山就是现在白云山 你说广东白云山都知道 白云山那有泉 你就在这个岩石下边啊 弄一个大石槽 拿这个大竹子呀 接着 竹子跟竹子当地接怎么办呢 然后拿这个麻呀 把那接口都缠上 缠上之后的涂润漆 从高往下 一直就能传到城里边来了 你城里边呢 再来大石槽 大石槽接着水 再拿管往外接 拿五个管 从大石槽里边引出来 引到城里边 小石槽再准备好了 一个一个 所以他这个供水网络 他跟这个白云山的一模一样 其实很像这个 那今天的这个自来水的管道 苏东坡真是很聪明 做过一个预算还 说建这个供水网呢 也就是用大竹子呢 一万多根 二十多里地 盖点小房子 盖点什么东西 给它挡上 别让它风吹雨淋了 这个费用大概呢 有什么 他原话说 不过费数百千可乘 然后呢 还可以呢 政府买一部分好的粮田 放租拿那个钱呢 养护这个供水网 说这个呢 岁可得租客 五七千者 岁就是每年 可得租客 大概能拿这个出租的费用 五七千钱左右 买 另外再买大竹子 一万多 然后呢 干嘛用呢 就以防备随时的换 反想的很周到 这后来这个 知州王闽仲还真听话 真把这个建起来了 建起来之后呢 还告诉苏东坡 苏东坡更高兴了 王闽仲跟那个 两人通信嘛 苏东坡有写封信 说这个 你这主意好 我再给你出一好主意 大猪肝上呢 每一个大猪肝 你钻一小眼 像绿豆那么大 平时拿着小猪针呢 把它塞上 为什么呢 你随时能打下看 里面是通不通 因为你道远 天长日久 没有不塞的道理 哎 你没事呢 你就看看 没事你就看看 这样呢能少花钱 想得很周到 那咱们这么说 就如果说在这个基础上 如果老百姓 再从家里边 您再铺一个管道 接到苏东坡 设计的这个供水网络 或者连接 比如其他的水源 不管是哪 那您说这个供水系统 是不是就很接近于 咱们近代城市出现的 自来水系统的 是不是 你还别说 宋朝还真有人这么 这么干过 这谁 有一叫王真的人 写的农书上 他就介绍了一个 叫连筒 他这个供水设置 叫叫连筒 说这个 凡所居 乡离水泉颇远 不便急用 乃取大竹 内同其节 令本末相连 连延不断 隔之平地 或驾跃 见骨 银水而至 又能积而高起树齿 柱之 齿烧 即 抛腹之尽 那么说什么意思 他说的这事挺麻烦 就说 大概意思也就这样 就是那个水离得远 也是拿大竹子 打通了 打通连好了 连门不断 架起来 能够连到家里来 直接的接到厨房 还有的是直接的接到浴室 他大概说的是这么个意思 所以说 这就应该是 北宋的这个 自来水了 挺好 这个因为他这会儿 宋朝百姓吧 这算是一个小资的生活 因为他随着城市化 进城的加快 生活水平也是 大的提高 那么关于生活上 有些个追求呢 你别着急啊 传口信 咱们下期的时候再聊 好 好 感谢观看